娱乐中西娘亚云报道日剧天王牧村拓哉 13日迎50岁生日 图翻设字牧村拓哉 一个日剧天王牧村拓哉 13日迎来50岁生日 不仅剧组和广告商纷纷送上注和蛋糕 牧村拓哉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 也分在一个上送上最有爱的祝福 女儿不仅发出雨霸的合照 配文也让网友纷纷狂赞 而老婆公藤静 则默默放闪超有爱 大女儿牧村新美Kokami大赞牧村 灾是最好的朋友 图翻设字Kokami 一个牧村拓哉50岁生日 这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都纷纷送上祝福 大儿牧村新美Kokami 晒出三张和老爸的合照和服造型 让网友直呼超美 不过一张牧村拓哉 直接将牧心美的脸捏成沙皮狗造型 丑却又甜蜜的合照 让网友笑道不行 牧村新美也在配文中写下是 爸也是最好的朋友生日快乐 50 请继续狂下去 女儿牧村光熙Kokami直求告白牧村拓哉 图翻设字Kokami一个小 而牧村光熙Kokami则两张照片 一张是自己婴儿时爸 亲吻她的温馨照片 另一张则是父女俩穿着黑细衣服的铜矿合照 而且摄影师还是姐姐牧村 美 让人超超羡慕牧村拓哉 有这两个前世情人 孙光熙佩文则写下 Happy Birthday to the Best Daddy in the World 真的很谢谢您 能出生当爸 的女儿真的很幸福 Love you老婆公腾镜香则默默用花 表达对老公的爱 图翻设字公腾镜香 那个除了两位 世情人的满满祝福 今世爱人公腾镜香则选择 调放闪 晒出白色满天心的照片 并在下方写着Happy Birthday 然不像两位女儿那么直求告白 但白色满天心 花语正是最真挚的爱 用花语直接告白老公 也 网友直呼太闪了